我们开始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介绍 首先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介绍以及展示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说明 实际上这个项目的功能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名称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功能实际上就分了几块 第一块就是我们这个项目要实现一个什么 要实现一个蓝牙通信 这个蓝牙是谁和谁通信的 就是我们这个物联网杆之端 和我们这个手机的一个通信 要实现我们这个物联网杆之端和手机的一个通信 然后第二点我们要进行一些车内信息的一些采集 那么我们这里面会采集哪些东西呢 首先会采集我们这个车内的温湿度 温度以及湿度 以及湿度 这个温湿度就是通过我们这个DQT11 这个芯片来进行一个采集 温度湿度的一个采集 然后我们还要采集什么呢 我们还要采集我们这个车辆当前的一个运行的一个信息 一个车辆 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它的一个轻角它当前是否在拐弯或者它的一个速度 车辆运动的一个信息 通过我们这个信息的这些采集呢 我们会对一些异常状态进行报警 异常状态进行一个报警 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在拐弯的时候 它这个速度过快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检测出来以后呢 就会提醒驾驶员 或者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机进行上报 或者是我们假设这个车辆出了交通事故 假设车出现了侧翻的情况 那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检测出来车的这个倾角 然后呢传给手机 手机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向上的一个传送 然后进行一个报警 它的功能呢其实比较简单出来就是这些 然后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应用呢 就是应用在我们这个车辆上 比如说我们这个卡车或者是公共交通 在我们这个车它的比如它的温度 它内部温度过高比较异常 或者是呢我们这个车辆它的一个车身的一个状况 我们通过运动传感器可以检测出来 出现了异常 那么我们就要就要进行一个报警 主要就是应用在一个车辆安全 一个车辆安全 主要是用在这个方面 我们还可以想一下我们这个 这种一个这种的一个应用 就是比如说一个蓝牙加一个运动传感器 或者这些加一个温速度 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一个传感器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拓展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就是这个人的一个跌倒的一个检测 人跌倒的一个检测 人跌倒的一个检测 或者是呢我们船只的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检测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有了蓝牙 我们有了我们的运动传感器 只要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些动力系统啊 比如说我们我们增加一些电机在上面 增加四个电机在上面 并且呢对这些电机进行一些控制 那么就可以实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四轴的一个飞行器 这个飞行器的应用呢非常的广泛 大家经常现在也看到有些商业性的这个四轴飞行器在卖啊 这个飞行器呢可以用来作为玩具 作为一些航拍的一些设备 并且呢还可以做一些安全检测啊 功能呢非常的强大 并且以后的应用也非常的广泛 因此呢我们这个项目啊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后面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的学习中呢 好好把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学习 学习完以后呢希望大家有些自己的想法啊 以后真的想做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呢 可以把它做出来 好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组成 以及各部分的一个介绍 下面呢给大家来画一个框图 实际上呢我们项目呢主要有一下几个部分组成 首先就是这个车内的我们这个物联网的感知端 物联网的一个感知端啊 通过这个感知端呢我们会去通过我们的这个传感器 会检测一些信息 然后通这个蓝牙呢发送给我们的这个手机 好实际上呢这两块呢就组成了一个小系统 它们之间呢已经可以完成一定的功能 然后我们的手机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无线网 无线网把我们的数据呢进行一个上传 比如说会创传到一些交通控制中心啊 或者上传到一些服务中心啊 通过这个服务中心呢得到这些数据 反馈到反馈给服务中心的这些数据呢 然后它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呢再来确定是哪一个车出了问题 然后可以实施救援 这是一个服务中心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系统呢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 而我们主要开发的是哪一部分呢 我们这个项目课程啊主要开发的就是我们这一块 就是我们物联网的这个感知层这一块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各部分的一个介绍呢 就是我们这个物联网的感知层 是用来检测我们这个车辆的状态 以及车内的环境信息 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呢会通过蓝牙会获取这些信息 并且把这些信息呢通过无线网上传给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好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开发的一个软硬件的一个介绍 我们这个软硬件呢因为考虑到大家手上就只有开发板 因此我们这个硬件呢就是一个开发板 下面给大家画一下我们这个软硬件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框图 是一个开发板 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个电脑 一个PC 这个PC和开发板呢是通过我们的一个仿证器进行一个连接 仿证器 它们之间呢还可以连接一个USB线 而在开发板上呢就有一个USB转串口的一个东西 因此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个串口进行连接 我们PC通过串口呢可以得到开发板的一些信息 然后在PC上面呢我们会运行我们的MDK for ARM 这个开发环境 通过这个开发环境来对软件啊进行一个编辑 编译以及我们的一个调试 然后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软硬件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在PC上还会有一些辅助的一些软件啊 比如说一些串口工具啊等等 好然后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开发板呢还会通过蓝牙 和我们这个手机做一个连接 而它们之间主要通信的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蓝牙的一个通信协议 蓝牙的一个通信协议 而我们这个通信协议呢也是我们这个重点要讲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是要实现啊我们这个通信协议 然后呢就可以实现我们手机对我们这个开发板的一些控制 以及数据的一个读取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实物展示啊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要使用的一些硬件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摄像头 好大家看这是我们这个项目要使用的这个开发板 也是我们之前做逻辑项目使用的这个开发板 STM32F407的这个板子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呢还需要一个蓝牙板 这是一个蓝牙模块板上面集成了蓝牙芯片 其他的一些外围芯片 这个呢通过这个接口 大家看通过这个小接口 和我们的这个开发板进行一个相连 大家看实际上呢它是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接头上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它是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接头上的 这个接头 顺序呢我们可以对应到我们这两个 接头的一个上面有些字符啊 可以对应到我们这个字符的顺序 这样接上就可以了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仿真器呢当然还是我们这个使用的这个仿真器 好这个硬件的演示呢就到这儿啊 我们实际上整个感觉的开发呢通过我们的开发板仿真器 以及我们这个蓝牙的接口板就可以来实现了 这个接口板呢这个淘宝都有卖的啊大家可以自行购买 然后我们这个软 我们这个项目呢要使用的这个软件的开发环境呢 我们这里面使用mdk arm5.11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工具 我们的这个工具 mdkarm5.11这个工具 好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软件啊 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窜口助手 以及我们这个窜口蓝牙助手 大家注意啊这个工具呢是运行在我们的手机端的 这个大家呢在我们这个Android的这个市场里面 也可以下载到免费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匿名四周数据分析软件啊 这个四周数据分析软件呢就可以用来分析 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采集到的一些数据啊 并且会把这些数据呢和一个实物进行一个对应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会用到我们的这个 首先我们会到我们的这个窜口工具啊 然后还会的pd端还会用到一个这个 匿名四周上位机的这么一个工具啊 这个工具呢对大家以后如果有兴趣做那种四周飞行器的话呢 也会很有帮助 好下面我们来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界面 我们通过这个上位机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运动传感器的调试啊是否 正常大家看啊实际上它的界面呢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面呢就模仿了一个四周的一个飞行器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也可以认为 我们这个四周飞行器呢就是一个汽车啊 它就可以检测到我们这个汽车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轻角 它的一个角速度还有我这个汽车运行的一个加速度 好我们呢 这些工具呢展示呢就到这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小阶段呢 第一个小节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啊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介绍以及展示 希望同学们下来呢可以把我们这个项目所需要的这个硬件和软件啊 大家要把它准备一下啊 如果有的就不用准备了没有的呢需要大家去准备一下 好然后我们下一个主题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开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流程